墨西哥是世界主要农业食品出口大国之一 墨西哥的农业食品产业 以其品种多样 质量认证 技术水平和美食传统而享誉世界 产品情销北美 欧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 墨西哥超过一半的国土 适合发展农副渔业 气候的多样性更保证了 它全年都有收获季节 借助竞争力的优势 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一大 厄梨 柠檬 木瓜 西葫芦 裤盆子 黑莓 芒果 西瓜和有机咖啡的出口国 在洋葱 西红柿 番石榴 啤酒 肉类 虾和蜂蜜的出口上 墨西哥也位居世界前列 对生产者来说 消费者的健康永远是第一考量 墨西哥有严格的步骤来确保产品的卫生 安全和可信 此外 墨西哥企业以世界公认的标准来对待产品的卫生 墨西哥拥有2200万农村人口 和75万名相关领域的工程师 来确保该行业的发展 另一大助力则来自于科研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墨西哥加强了生物科技研发 培育和优化出了更优良的作物品种 墨西哥是世界极大有机食品生产者之一 其90%的产品出口国外 咖啡 蔬菜 鳄梨和coco 是墨西哥最享誉世界的有机农产品 墨西哥的酿酒业也非常发达 是五种酒类的原产帝国 比如龙舍兰酒 每天全世界喝掉2000万瓶墨西哥啤酒 由于它出色的品质 墨西哥的葡萄酒在最近十年 获得了300多个认证和奖项 墨西哥发展农业食品工业 来满足世界的需求 因此现在就是继续收获的世界 现在就是享受墨西哥味道的时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